拿起來 硬硬好 秒 射 拉弓 瞄準 放箭 十多位電光國小的學生 專注底瞄著箭靶 聽從教練的口令 放箭射出 海東縣電光國小8月3號開始 辦理一連六天的暑假射箭體驗營 讓學生在漫長的暑假期間 不要每天黏著3C產品 而是拿起弓箭 來學習部落傳統的弓箭技藝 從104年的打造運動島 教育部體育署的活動 就已經開始申請計畫 一直執行到今年106年 每一年的暑假 我們大概都會有將近 一個星期的時間 來讓小朋友在暑假期間 可以把我們原住民 傳統射箭的技藝 用來訓練 儘管頭上頂著炙熱的艷陽 小小弓箭手們 仍顯得樂在其中 很好玩 為什麼 因為可以學到射箭的技巧 可以學到在課堂上面沒有的東西 能訓練我的耐心 還有專注力 相傳在清朝期間 有北南族人前來電光部落 與當地阿美族人爭地 並以馬拉松 游泳及射箭等傳統機藝決定勝負 結果部落族人大獲全勝 因此射箭對電光部落來說 也特別具有意義 所以我們就是利用這一個祖先的故事 得以傳承下來之後呢 我們希望這是射箭的傳統就是不要被遺忘 然後繼續可以傳下去這樣子 位於台東縣關山鎮的電光國小 曾因少子化問題 一度面臨裁病校的危機 但地方與學校積極發展阿美文化 透過社區遊學的方式 成功翻轉病校的危機 這次射箭體驗營活動 除了希望繼續傳承部落傳統機藝外 也歡迎有興趣的民眾 免費前來體驗 記者ZNN台東關山採訪報導